但你可以發現這次幾乎比上一季更加沒有違和感 而且動作也還更加的流暢許多 尤其是《進擊的巨人》在衝向凱聚的這個場景 真的有夠霸氣的 所以我相信 哈囉大家好 我是葉東烈 今天要講的動漫是《進擊的巨人》 《進擊的巨人》最新預告片在上個禮拜已經出啦 正片將於明年1月9號正式開播 看完此次預告片後真的覺得非常震撼 整體作畫品質以及分鏡水準都不是蓋的 看來可以好好期待這次的最終季了 而我今天就是帶大家逐正解析此次的預告片 並且用漫畫劇情來進行對比 有人可能會問說為什麼影片拖到現在才出 我只能說對不起大家了 上禮拜我真的有點忙 所以只能請大家諒解一下 話不多說 我們先來看看第一張畫面吧 第一個畫面是陽光透過雲層照射大地的畫面 以及第二個即刻緩緩抬起頭來滿眼驚訝的畫面 都是出自於漫畫第115畫中 即刻在道路中被幽密修復好身體後 從純潔巨人體內出來的場景 陽光照射大地以及即刻重獲形成的那樣子 讓整個場景看起來非常的神聖 再來第三個這幾張畫面 是出自於漫畫第117畫的內容 是晉級的巨人在對抗凱茲巨人的場景 從這裡就可以看得出來 MAPA依舊是使用3D的建模來當作九大巨人的形象 但你可以發現這次幾乎比上一季更加沒有違和感 而且動作也還更加的流暢許多 尤其是晉級的巨人在衝向凱茲的這個場景 真的有夠霸氣的 所以我相信有打戲的場景絕對是非常令人驚艷的 畢竟這次的宮崎實踐比較竹馬 再來第四個這張畫面是出自於121畫的內容 艾連使用晉級巨人的能力穿越時空 透過道路去鬆養她爸爸滅了雷斯家族的場景 而第五個這張米卡莎小時候的畫面是出自於第120畫 艾連在與即刻接觸後 艾連腦中所出現的也其中一格記憶碎片 不得不說MAPA的這張小米卡莎 真的畫得非常的可愛 我超喜歡 再來第六張這個畫面是 出自於上一集第16集艾連變身時的畫面 第七個這張畫面是出自於漫畫117畫的內容 葉卡派全員出席對抗馬雷軍隊的場景 第八個這幾張畫面同樣也是117畫的內容 馬雷軍隊將裝載在飛艇裡的反巨人砲 下方島西干西納區公車率巨人使用 而第九個畫面一樣還是117畫的內容 萊納在空中變身成凱茲巨人降落地面 第十個畫面是出自於第118畫的內容 第十二個畫面是上一集第16集 皮克保護甲壁的場景 第十三個畫面是出自於第117畫內容 萊納在與艾連對戰時被她使用 硬之外拳頭打碎面部的鎧甲 萊納你怎麼又被打臉了啊 第十四個畫面是漫畫118畫的內容 主角船在被歐良果棚從地牢放出來之後 一行人直接扛著大量的雷槍去支援艾連 第十五個畫面同樣也是118畫內容 約翰在地牢裡詢問歐良果棚 如果去幫助艾連的話那不就意味著要執行安樂死計劃 第十六個畫面一樣是漫畫118畫內容 弗洛克帶領葉卡派的成員 去假擊偷襲艾連的車地巨人 第十七個畫面是118畫內容 伊蕾納看著馬雷的飛艇被吉克爾給擊落 對她強大的實力感到深深著迷而興奮的樣子 並說著改變歷史的瞬間即將到來 第十八個畫面是118畫內容 阿敏和眾人看著馬雷的飛艇 即將墜毀到地面的畫面 第十九個畫面是118畫內容 馬雷的飛艇在墜毀到地面之後 順勢堵住了西干西納區的大門 同時也阻斷了馬雷的逃生路線 從伊蕾納的話語來看 飛艇會堵住大門似乎是即刻算計好的 就如同她當時堵住馬雷亞之強的大門一樣 目的就是為了切斷敵人的逃生路線 第十個這兩張畫面是118畫內容 歐良果棚拿著鑰匙將主角團從地牢裡放出來 並請他們出去幫忙支援艾連 第21個這兩張畫面是118畫內容 米卡莎因為先前被艾連狠狠嘴拋一番 因此傷心的拿下圍巾的畫面 很多人說米卡莎拿下圍巾的這個畫面 是不是代表她對艾連徹底感到心灰意的 其實不是的 雖然說米卡莎確實是因為 艾連說她是努力才有了拿下圍巾這個舉動 但她心裡還是非常在乎以及喜歡著艾連的 她拿下圍巾所代表的意義即是 暫時放下對艾連感情上的執著 讓自己不再因為艾連而慌的分寸 並全心全意的投入到戰鬥中 事實之外她也想證明的是即便沒有圍巾這個東西 她也能憑自己的意志去救出心愛的人 就是為了否定艾連說她是奴隸的事情 第22個這個畫面是漫畫119話的內容 阿倫敏使用雷槍破壞撤離巨人身上的反巨人砲 讓她不再能夠狙擊艾連 第23個畫面應該是119話內容 賈臂看著科特被巨人撐起燒成人幹的畫面 第24個這兩張畫面是118話內容 是瑪莎特使用反巨人砲狙擊受制巨人的畫面 不得不說這個眼神真的非常的霸氣 第25個這張畫面跟上一格是同樣的場景 撤離巨人使用炸死的方式欺騙即刻 並且趁其大意之時使用反巨人砲偷襲即刻 從動畫預告這張圖可以看到 撤離巨人已經變成了一座骨架 但不得不說反巨人砲發射時的威力 比我想像的還要有震撼力 第26個畫面是118話內容 科特和法爾科以及賈臂三人 為了不讓即刻進行吶喊而正前往去阻止他的場景 第27個這兩張畫面是115話內容 韓基找到了被雷槍炸成重傷的冰掌 看到冰掌變成這個樣子 真的非常的內心 第28個這張畫面是上一季第9集的內容 阿拉敏看著沉睡在水晶裡的雅妮 第29個這張畫面出自於118話的內容 瑪加特將反巨人砲轉向授之巨人的方向 並且準備射擊他 第30個這張畫面是漫畫120話的內容 即刻將棒球丟給艾連的一個回憶 象徵著把一部分親情和信任交付於他 畢竟這顆球是即刻非常重要的東西 第31個畫面是119話的內容 艾連從巨人身體脫離後 迅速的奔向即刻準備與他接觸 而後方的凱茲巨人則被約翰和柯尼使用雷槍打倒 在漫畫裡的凱茲巨人是倒在地板上的 而動畫則是倒在房子旁邊 動畫預告片這裡有個細節處理 就是艾連先前被二隻巨人咬破的褲子有做出來 而漫畫則是沒有 所以我當時在看的時候 還一度覺得為什麼連褲子都可以修復 第32個畫面是119話的內容 即刻大喊艾連的名字叫他快點跟他接觸的場景 第33個畫面也是119話的內容 假碧使用反巨人狙擊槍射擊艾連的場景 這個狙擊槍的分鏡簡直史詩級的加強 第34個畫面是119話的內容 艾連變假碧的反巨人狙擊槍給打斷頭部 但動畫預告片是採用有遠拉近的方式來呈現 而且還看得不太清楚 似乎是不想給動畫黨知道這件事 第35個畫面是漫畫120話的內容 艾連看見始祖尤米爾出現在道路的場景 第36個畫面是漫畫117話的內容 二隻巨人從後方偷襲荊棘巨人的場景 動畫的運鏡真的是非常的不錯 3D的二隻巨人也看起來一點都不違和 第37個畫面是119話的內容 加里亞德要阻止艾連與吉克接觸的場景 第38個這幾張畫面是118話的內容 吉克使用投資攻擊將馬雷飛艇給砸下來的場景 第39個畫面是漫畫120話的內容 艾連在道路向吉克表明自己不同意安樂死極化 動畫這個場景比漫畫還要霸氣 是我目前在預告片中最喜歡的場景 第40個這幾張畫面是漫畫117話的內容 近期的巨人將凱特巨人的嘴巴搬開來的場景 第41個畫面是117話的內容 近期的巨人剛使用硬直化 準備要攻擊二隻巨人的場景 第42個畫面是117話的內容 凱特巨人衝向近期巨人的場景 然後萊納在駕駛艙向艾連說著 你沒必要再繼續痛苦下去 你注定是要輸的 第43個畫面是漫畫118話的內容 壽之巨人在被反巨人砲打中後 從牆上摔到地面的場景 第44個畫面是117話的內容 凱特巨人拿起硬直化石柱 貫穿近期巨人的肩膀 然後近期的巨人很痛苦的樣子 第45個畫面是漫畫120話的內容 即刻與艾連互相對視的場景 真不愧是兄弟倆 眼睛都非常的漂亮 第46個畫面跟上一個同樣的場景 即刻讓艾連的額頭與自己的額頭互相碰撞 並同時一起去看過去艾連小時候的記憶 第47個畫面是漫畫119話的內容 即刻使用吶喊將所有喝過紅酒的人 全部都變成純潔的巨人 一時之間膝蓋線下去閃光四起 這場景真的非常為之震撼 每次看即刻吼叫變聲都非常令人驚艷 第48個這幾張畫面是漫畫120話的內容 始祖優米爾緩緩地走向葉卡兄弟的場景 第49個畫面是漫畫119話的內容 賈臂眼睜睜看著法爾科被即刻變成純潔巨人的場景 這裡兩人的臉部特寫表情真的都非常的棒 第50個畫面是漫畫117話的內容 艾連使出全身的力量僵 凱茲巨人下巴掰開臉部的特寫 最後一個場景是漫畫120話的內容 艾連站在了道路的繪距點坐標面前 這裡預告有一句台詞是艾連說著我從一出生就一直是原來的我 這是不是代表著艾連從事之中都沒有變呢 那麼以上就是所有預告畫面對比漫畫的場景 看完預告片之後感覺正片的品質 大家真的可以期待 至於有人問說這次會不會像上一季那樣 預告片跟正片畫面有很多不一樣 我想應該不會啦 畢竟巨人3D建模都做出來了 所以不太可能會再歪包給其他的公司做 那麼今天就講到這裡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請幫我按個訂閱 並且追蹤我IG以及FB 我是金燈烈 我們下次再見